先問頭條先來帶您關心 臺灣面臨68年來最嚴重的旱災 北臺灣主要水庫之一石門水庫 昨天的蓄水量已經創下歷年最低的紀錄 行政院長毛治國今天表示 他說國內的水情也是相當重要的經濟影響變數 目前為止工業已經開始限水 對臺灣經濟表現宏觀而言 將產生潛在的衝擊 需要密切的注意